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有时候,一个人的命运会因为一些看似微小的巧合而被改写。 历史中,有这样一个人因为避开父亲的名会,终生无法考取近视。 这个人因此愤怒,但也因此写下了一首诗。 这首诗后来成为千古明天,流传至今。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与挫折,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一个在命运面前顽强挣扎的缩影。 这种巧合和命运的转折点,仿佛是一场演绎精彩故事的序章。 它让我们不禁思考,如果那些如果没有发生,这个人的人生是否会有所不同? 李赫,自长吉,出生于唐代河南一阳。 他的父亲李靖肃,虽出身唐朝宗室,却只是一位普通的县令。 李赫自幼体弱多病,外貌纤细瘦小,双眉相连,但一双手指却修长灵巧,为日后的诗歌创作埋下伏笔。 这种特殊的外貌特征,仿佛预示着他日后独特的诗歌风格和命运。 李赫的诗才在少年时期就已崭露头角。 据传,他常常骑着一匹与自己同样瘦弱的马,在城中四处游荡寻找灵感。 每当诗信大发,他就会立即下马,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,将灵感瞬间记录下来。 夜晚归家后,他又会将白天的灵感整理成诗。 这种勤奋刻苦的创作习惯,被他的父母形容为呕心沥血。 这种创作方式不仅体现了李赫对诗歌的热爱,也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生活细节的捕捉能力。 李赫的诗作风格独特,想象力丰富,语言齐诀,充满神秘色彩和诡气。 他善于御用连绝手法,将视觉、听觉和味觉巧妙结合,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一响。 比如,他笔下的风是酸的,与是香的,天上的银河和云彩会发出叮叮咚咚咚的声响。 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,为他赢得了诗鬼的美誉。 李赫的诗歌创作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才华,也反映了他对世界独特的感知方式。 他的诗中常常融入神话传说和鬼怪元素,这或许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逃避和抗争。 在古代中国,科举考试是读书人实现报复,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。 李赫自然也怀揣着这样的梦想。 凭借自己的才华,他顺利通过了相识、省市等一系列考察。 然而,就在即将参加进士科考试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这个转折不仅改变了李赫的人生轨迹,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风格。 原来,李赫的父亲名为靖宿,这两个字在唐朝时期与靖室同音。 根据唐朝严格的避讳制度,如果家中或祖先的名字与官职发生冲突,其后代就不能担任相关职务。 这意味着李赫被禁止参加进士科考试,失去了获得最高学位的机会。 这种制度的荒谬性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理解,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。 这个消息对李赫来说,无疑是晴天霹雳。 他无法接受自己辛苦多年的努力,竟然因为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而付诸东流。 李赫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不甘,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,他又无力改变这个局面。 这种深深的挫折感和无力感,成为了李赫诗歌中常见的主题,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诗歌风格。 他开始在诗中更多地表达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。 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,使他的诗作更加深刻和动人。 面对这一困境,李赫并未放弃。 他想到了当时在朝廷中倡导古文运动的著名文学家韩玉。 李赫与韩玉相识,深得韩玉的赏识。 他恳请韩玉帮忙,希望能够通过官方途径解决这个问题。 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李赫不甘心屈服于命运的性格,也反映了当时文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助。 韩玉看重李赫的才华,也认识到避讳制度对人才选拔的不利影响。 他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,向朝廷提出建议,认为南北方言的读音差异可以成为李赫参加考试的理由。 然而,这个建议最终未被朝廷采纳。 韩玉的努力虽然未能改变李赫的命运,但这次经历无疑加深了李赫对科举制度和社会现实的失望。 这种失望情绪在他后来的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 韩玉的努力虽然未能改变李赫的命运,但他对李赫的欣赏和支持,无疑给了这位年轻诗人莫大的精神慰藉。 韩玉曾评价李赫的诗歌《反所欲言》、《皆言之语》、《反所欲向》、《皆向之语》,高度肯定了李赫的创作才能。 这种肯定不仅鼓舞了李赫,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方向。 韩玉对李赫的欣赏,也反映了当时文坛对这位年轻诗人的普遍认可。 这无疑增加了李赫被排斥在科举制度之外的遗憾。 在得知自己无法参加近视科考的消息后,李赫心中的失望和愤怒达到了顶点。 他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倾注于笔下,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名作《南原十三首》、《其一》。 这首诗不仅是李赫个人情感的宣泄,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,标志着李赫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和成熟。 《南儿和不带无钩》,收取关山武士州,请君赞上林燕阁,若个书生万户侯。 这首诗气势磅礴,情感强烈,充分表达了李赫对科举制度的失望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。 前两句中,李赫以反问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愤懑,与其在科举上受阻,不如带上宝剑,无钩,去收复失地,建功立业。 这里的关山武士州暗指安时之乱后,唐朝失去的领土,表现出李赫报国的热忱。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思考,体现了李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 后两句更是意味深长,林燕阁是唐太宗为纪念功臣而建的画像馆,象征着最高的荣誉。 李赫用请君赞上林燕阁来讽刺当前的选才制度。 而若格书生万户侯则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,那些真正建立功勋的人往往不是通过科举出身的书生。 这种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批判,展现了李赫超越年龄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洞察力。 这首诗不仅抒发了李赫个人的愤懑,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。 它展现了李赫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,也表现出它不甘于现状,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 这首诗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李赫的时代,成为后世文人表达志向和报复的典范。 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诗作,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和社会矛盾。 虽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仕途,但李赫的才华终究没有被埋没。 在元和六年,811年,27岁的李赫通过父亲的音音获得了一个低级官职来到长安任职。 这次机会本应是李赫实现报复的转机,但现实却远非他所想象的那样。 李赫的长安经历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复杂和矛盾的一段时期。 然而,这段官场经历并没有给李赫带来他所期待的荣耀和满足。 相反,他更加深了李赫内心的矛盾和痛苦。 他在诗中写到《牢落长安心》,表达了自己在繁华都市中的孤独和失落。 这种感受不仅来自于他低微的官职,更源于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认知。 李赫在长安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官场的复杂和人情的冷满。 李赫的才华在长安得到了一些文人雅士的赏识,他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 但是,他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欲解。 一方面,他渴望建功立业,报效国家。 另一方面,他又深感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,理想难以实现。 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,成为了李赫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主题。 他的诗作开始更多地表现出对生命的思考和对命运的感叹,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洞察。 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,在李赫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 他的诗作常常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感叹,对命运不公的抱怨,以及对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叹。 例如,他在《苦咒短》中写道, 为见日寒月暖,来兼人寿,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时光飞逝,生命消逝的痛苦感受。 这种对生命和时间的深刻思考,使李赫的诗歌具有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哲学深度。 可悲的是,李赫在长安的官场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三年。 在这期间,他的妻子不幸病逝,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。 最终,李赫不得不带着满腔的失望和无奈,辞去官职,返回家乡。 这段经历不仅标志着李赫试图梦想的破灭,也预示着他生命的即将终结。 然而,正是这种生命的脆弱和无常,激发了李赫创作出更多感人之深的诗篇。 他的诗歌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死问题,表现出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追求。 李赫的一生,犹如一枝绚丽而短暂的烟花,在唐诗的天空中留下了璀璨的光芒。 他的遭遇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,更折射出当时社会制度的弊端。 然而,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,李赫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诗篇,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